中文字幕——YK 杜月生确实高明一些 他善于协调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 善联财、会赞财 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 大聚敛钱财 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 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 从政治要人、文人默克到邦会骨干 无所不有 因此被其党与吹捧为当代春申军 布月生易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 收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 而是四季身着长衫 打扮斯文 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 他附庸风雅、广杰名流 大学者张太炎、明氏杨渡、明律师、秦连魁 都是他的做上课 布月生后台左翼汪寿华 其人汪寿华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参加中共四大 中共领导上海工人 发动三次武装协议 汪寿华与周恩来等同为武装协议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3月被选为政府委员和上海总公会委员长汪寿华 在上海他也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 据传 十四岁的时候 手持双枪闯入杜月生的公馆 要多拿出一大笔钱 杜月生佩服其年少大胆 爽快地拿出钱 并要保留不要为难汪寿华 汪拿了钱 南长而去 又有一说 颇富传奇 汪寿华为替共产党筹集活动经费 不惜铤而走险 一日 杜月生忽然接到一封念名信 信中向他告诫两万大洋 请他在某日下午三至四时 把钱放在杜公馆左邻墙角落 等那只大垃圾箱里 借钱的人将会亲自来取 杜门中人为之震动 谁人如此大胆 公然勒索杜府 并指定时间白昼取贤 于是 大家多促度月生 就放两万大洋进垃圾箱去 且看那贼怎样来打 届时 杜公晚的附近 八方寻少 十 面埋伏 十尘有 莫说强盗窃贼 便连一个闲人也不曾撞进 于是捡是垃圾箱 盖子一掀 惊吓得人人目瞪口呆 那两万块钱一大包 神不知鬼不觉的不见了 后来汪寿华登门拜访 言明此事为自己所为 渡门中人恼羞成怒 要取汪寿华性命 杜月生息才急忙拦阻 汪寿华却不慌不忙地笑着说 对不起 不劳各位费神 兄弟来时身上附好两支炸弹 无论我怎样灌下去 炸弹都会爆炸 然后起身理所 扬长而去 汪寿华骗杀汪寿华 1927年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之后 当时上海最具力量的就是号称 有八十万会员的上海总工会 他手下的工人纠察队 三钢枪就有三千多支 而总工会的第一把手就是汪寿华 此时的汪寿华大拳在握 前呼后拥 神器十足 李立三 陈独秀更对他另眼相看 言听计从 汪寿华也是青帮中人 且是通自卑 比杜月生物自卑还 高出一倍 杜月生该叫他一生诗书 在以前的交往之中 两人的关系是不错的 杜邦过汪 汪也邦过杜 随着上海总工会实力的不断壮大 蒋介石如坐针毡 就说是青帮大流氓黄金荣 杜月生 张孝林除掉汪寿华 4月11日夜晚 杜月生正式下帖子 请汪寿华到他刚落城的渡工馆吃茶 说是有要事商量 包括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易农在内的许多人 劝汪寿华不要去 而时任工人纠查对总队长的顾顺章提议 要去就带一个牌的武装去 汪寿华淡淡一笑说 杜月生是一个很讲情面的人 再说他是正式下帖子请我去的 他和我是同门中人 按备分要叫我一声言书 怎么会对我动手 他如果对我动手 今生今世怎么做人 于是只带了一个司机就担刀赴回了 汪寿华太大意了 当他直身进入渡工馆 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杜月生手下的小八股党大流氓马乡声 谢宝生等人团团围住 将鸡一顿毒打 听到惨叫 杜月生慌忙大喊 不能坐在我家里 否则以后就没有客人赶上门了 于是这帮流氓就将汪寿华塞进麻袋 杜月生的四大金刚叶桌山 顾家荣 瑞庆荣 高新宝亲自动手 把他运到风铃桥火买了 十年仅二十六岁 当第二天凌晨四一二政变发生时 八十万人的总工会 一下子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随即是血腥的屠杀 几千名工人却流成河 杜月生为此得到了蒋介石的褒奖 被封为少将参议 黄金融看到了自己门下的老辣 就此退隐 杜月生一下子越位帮中第一人 血债血长 1937年7月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楼沟桥事变 八月发动813事变进攻上海 杜月生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 参与劳军活动 筹集大量物资 支持抗日 上海沦陷后 杜月生拒绝日本人的拉拢 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 在香港 他利用邦会的关系 从事情报 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 其中最著名的是 他在上海的门徒 协助军统特务刀批了大汉奸 为上海市长傅晓安 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杜月生迁居宠庆 建立横社总社 向大后方发展势力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杜月生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 收拾旧部 重整旗鼓 上海解放前夕 曾有人劝助留在上海 但他还是落荒而逃去了香港 以后不断有人劝他回来 尤其是他的哮喘病 在香港潮湿的环境里是十分有害的 但他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是永远也回不去的 时隔22年 终于有人为这庄血案付出了代价 上海解放前夕 瑞庆荣与高新宝已与此前乡纪离世 顾家堂等人随度跃升逃往香港 马祥生和叶卓山舍不得上海的身家财富 怀着侥幸心里流了下来 于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被逮捕 1950年冬 上海市民在枫林桥挖 到了汪寿华的尸海 将血衣在工人文化馆展览 后来又在一员万人宫审来马强生 叶卓山并判处急刑 在枫林桥汪寿华的遇害地点 二人被执行枪决 布月生在香港看到这条消息 就此一病不起 不久便撒手西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